今天的追踪第一线在我们线上的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丁学文 学文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我们要延续刚刚的话题 中国央行推出了大规模的这个刺激计划 也带动了中港股市是大飙涨 那不晓得说现在因为有华尔街日报就指出说 很多的分析师他们其实是有一些不确定 这个新一轮的刺激计划能不能够提振中国经济呢 学文您怎么看 对我想现在虽然进入10月 可是10月份真的非常精彩 尤其在中国这里 这个在3月26号中国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 推出的这个所谓货币政策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 其实让港股还有包括中国大陆的A股一飞冲天 甚至创造了过去15年来的单州最大的涨幅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政策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观察 其实确实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精细的铺陈 我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看看其实现在还在11的长假 也就是说今天其实中国大陆还在休假 明天才会正式的开始上班 还有所谓的开市 可在3月26号公布这个所谓的货币政策 跟房地产政策的力多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股市创了单州新高之后 马上开始休假 所以在这个整个11长假的7天之内 如果你有去观察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 或者网络 充斥着很多所谓年轻人在一天两天之内 赚了多少钱的所谓社交媒体的这个段子 甚至很多的所谓的股票的投资秘诀 重新出来 很多年轻人也重新进入股市 那很多人就会说 包括华尔街日报 跟华尔街的一些所谓的研究机构 对中国这一波 以货币政策跟产业政策为主的 这一波政策就有很多的质疑 那质疑主要是认为说 其实单靠货币政策可能已经不够 那我该为什么说 它其实有一个精细的铺垫 虽然以货币政策跟房地产政策来说 是在十一长假之前铺出来的 可是接着在三月二十六号 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会议 第一次强调必须着重经济 而且承认在经济上面 可能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接着在十月六号 中国的发改委就公布 在明天十月八号早上十点 会由中国发改委的主任 郑三杰 第一次带着四位副主任 要提出所谓一篮子的增量政策 那很多人就预期说 这绝对是后面第二波的财政政策 那财政政策加上货币政策出来 那司马昭之心就人尽皆知 代表说其实中国政府这一次 负面来说很多人说 坐不住了必须开始拼经济 可是以正面来说也代表说 其实这一次的决心 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 那很多人会说 其实中国这一次 是不是其实已经开始担心了 忧虑了 不得不拿出最后的绝招 可是其实如果你单纯以中国来看 确实这一次的所有的刺激政策 其实是前所未有的积极 而且是一波接着一波 不过如果你放眼全世界来看 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太奇怪 如果大家记忆还深刻的话 其实在COVID-19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联准会也曾经祭出 这个所谓一波一篮 一篮子的所谓的大量的QE 那当时的QE也在强调说 联准会一定会出来兜底 叫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可以放手的去相信 美国市场不会有问题 那接着我们也看到2022年 2023年美国经济确实一记绝成 所以其实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其实早在1980年代 MIT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 有一批所谓的经济学家 提出过所谓的MIT货币政策 MIT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强调 其实整个经济体制在运作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精密复杂的一个实体经济 可是社会预期其实也等同于货币政策 所以我觉得中国其实这一波 在做的一个方式非常符合 MIT的所谓的货币政策 也符合联准会的无量QE 因为大家在这一次所谓的 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提出来政策里面 其实有两块是非常特别的 当然台湾媒体分析的不多 其中一块就是 他跟很多的投资机构说 你拿过去投资的债券股票 甚至ETF来人民银行质押之后 你可以兑换等值于不超过 5000亿人民币的收益 可是你必须投入股市 而另外还有3000亿人民币资金 由人民银行提出来提供给企业 可是指定用途 你必须去做回购股票 所以这个代表着什么 如果你仔细去看代表说 你把我这里兑换来的钱去买股票 拿到的ETF跟股票 可以再拿回来直接 他变成类似一个无量的QE 跟美国联准会很像 接着股市开始涨之后 大家也看到在11长假期间 很多人重新开始去看房 年轻人重新开始去开户 这代表说 其实他想办法用货币政策 跟房地产政策去提振 整个市场的信心 跟社会的预期性 后面如果明天 所谓的一篮子增量政策 如果又搭配市场在盛传的 可能超过10兆以上的 所谓政府公债或者国债 这个国债如果又跟实体经济连结 包括去帮忙所谓的地方政府 做所谓实体经济的提升 或者提供消费者 以旧换新的消费潮 整个其实经济的情绪 就可能会改变 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 在11长假之间 负面的因素出现 因为在3月27号同时间 中国的一些经济数据 确实不如意气 包括所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调到50以下 代表制造业在紧缩 包括所谓的工业利润 也下降了17% 也代表说经济确实 有稍微的在紧缩 跟所谓的低迷 所以我想在10月份以来 我们要观察的首先 是股票市场跟房地产 这个财富效应 可不可以真的提振 或改变整个社会预期心理 如果社会的预期心理真的改变 消费者愿意 把银行的这些存款 拿出来消费 企业重新找到信息 愿意增加资本支出 那中国这一波 确实有可能像上一波 全球金融风暴的时候 4万万亿 4万万亿的刺激政策 然后中国的经济 又走了10年的隆挤 那更重要的是说 大家知道 现在不管是中东也好 或者是俄乌也好 地缘政治还是越来越烈 尤其两个多月之后 美国又要大选 所以全球的经济 其实到处都充满了诡异 即使是美国 其实经济数据也不是太好 所以中国选在 十一国庆之后 开始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 从货币政策 房地产政策 到后面有可能的财政政策 跟一篮子的增量计划 确实 其实让全世界会觉得说 中国这一次是有备而来 那中国经济 能不能就此 走向不同的这个轨道 我想最重要 还是要看明天早上10点 有所谓的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主席 郑三杰先生 提出来的一篮子增量政策里面 到底能不能符合预期 或者由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 更多利落政策铺陈在后 然后中国如果从社会的预期 到实体经济都能够起来 那我觉得确实有可能会带来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容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